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ELCOME TO THE SHOW 今天的第一次龍友 超可愛 真假混血兒小孩 七歲講笑話笑翻全場 老師問他一加一等語氣 那個小妹又說你很煩耶 然後老師說誰家裡的 小妹說美國總統柯林東 老師說你給我去罰站 他說OK OK 本土新豪弟弟 亞倫卡特台灣版 你看說你長得很像 美國人 新豪弟弟 新豪弟弟 亞倫卡特 對 長得像新豪弟弟 你看前面好帥 你看 好帥 你看 她誠實到把答案都說溜嘴了 爸爸是 黑人 爸爸是黑人啊 爸爸沒有黑得很徹底 要不然妳的膚色 爸爸很黑很黑嗎 怕 怕 有什麼觀點 不知道是兩個問題 太傷人了吧 大家來演戲 陳曉東跳鬥大眼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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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 歡迎收看 我們 吹 吹吹吹 掌聲鼓勵 好 厲害 厲害 你們可以看看現在暑假一到 又是我們同學大家的天下了 沒錯 我們再次感謝他們所有好朋友 大家在這個時間裡面 收看我們這個節目叫做 我猜 我猜 對啊 還有那種故事啊 對 好像這樣就太見外了對不對 馬上介紹一下我們現場 我們的一席父母了 中台醫管系 歡迎你們 厲害了 厲害了 還有哪一個學校需要介紹一下有沒有 好 這邊的叫做 我嚇一跳 我說這邊是什麼突然間舉起精靈女鐘了 我說哇 怎麼這些女生長得這麼像男生啊 太厲害了 還有後邊這邊叫做 還有學弟們啊 厲害 厲害 我經常經過你們的校門口啦 這個厲害了 掌聲也給他們鼓勵一下 哇 你看我們這攝影棚裡面啊 現在人氣非常的旺盛啊 對 好多年輕人喔 對啊 你看後面也是一堆啦 這個年紀稍大都自行離開啦 那覺得這是屬於我們年輕人的節目啦 還有我們嗎 對 對 啊 你啊 你啊 聲音怎麼突然間改變 裝可愛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嘉賓朋友 第一位 賈詠傑小姐 歡迎你們 大家好 好 好漂亮喔 又高又漂亮 大家好 SOS好 你好 身高有多少 175 哇 哦 哇 你這個讓嬌嬌聽到她會氣死了 哈哈 我看年輕力也不知道哪裡去的吧 我好多了 我算主持界的小巨人 那倒是真的耶 還有何佳玟小姐 哈囉 大家好 好 欸 欸佳玟相當不錯有沒有 他唱那個科學小飛翔 對 好可愛 前面弄一個三號啊 他是三號真真嗎 三號真真 你要不要唱一下你的歌 好 飛呀 飛呀 笑不笑 今年幾歲 你 我們了解一下 這是大朋友也可以唱的啊 那你會不會唱 你一定會唱 因為是你小時候看的卡通影片 哇 我頭殼沒壞 所以我不打算唱 很有回憶的感覺 對啊 很可愛的歌曲啊 我們這個年紀如何唱 有一個女孩的小天天 那不是 那馬上就被抓走了 以前有很多這個卡通的歌 你要記得哪一些 那個沙拉公主 沙拉公主 沙拉公主耶耶耶 沙拉公主耶耶 過了 對啊 立首歌 這個卡通很感人耶 這個歌 這個歌怎麼聽到我喉嚨都啞了 他從頭到尾就耶耶耶 還有陶雞阿丹 等那等那等那等 你怎麼亂唱一些怪怪的 對啊 還有一個 小寶小寶力賢介 小寶有個不哇哇 哇哇會變花 他有一個小淇淋的能唱 你們沒聽過這個歌嗎 等場了吧 真的嗎 我也是剛剛才學的 啊 糟糕 暴露我們年齡層 有一點差距 這是什麼30年代的卡通嗎 這是厲害 小冬 掌聲 哈囉 哈囉 陳小冬的今天啊 他有點遲到 但是他是從香港直接追過來啦 對 對 你過來路上 我們一直在說 陳小冬還不來 真是還在罵你 後來才知道你當時 正在空中啊 如果我們的詛咒應驗的話 那個 很可怕耶 那很恐怖的你知道 後來我們才知道 所以原諒你 那你在香港有沒有卡通歌 有啊 有嗎 在台灣的我只會兩隻老虎而已 那沒有 兩隻老虎 等一下 先生 兩隻老虎沒有拍成卡通 對 對 對 不錯啦 每一個地方有它的文化不一樣 再來是我們蔡劍亞 有 謝謝 很好 她唱夕陽歌曲喔 唱現場的好好聽 要不要現場聽一下 好 來 那就來這一首 A Little Umbrella 那是台語好不好 你們都知道 一支小火什麼樣 我們兩人 一起 carry A Little Umbrella 你看我這文法還真不錯 有這種歌嗎 對 再唱一下 啊 My Color TV Set Wish I Had A Color TV Set Sit Around All Day And Kick My Shoes Up Anywhere 掌聲鼓勵 好 好啦 還有一位Jeff 好 大家好 來 是是是 好 我們今天有很多位 這個好朋友來到現場了 一見面先跟大家這個 雖然暑假到了 我們還是要用一點頭腦 對 腦筋要經常動腦 對啊 多動腦才會越來越聰明 有啊 不動腦就會越來越笨喔 我們演藝圈很多不動腦 然後變笨的案例 誰 我們講兩個給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要我們講 為什麼不講一下 為什麼要我們兩個講 講因為無關緊要的人 第一個康康 好啊 無關緊要的 第二個 那該你們講一個吧 無關緊要的 大義滅親嘛 黃子嬌 黃子嬌 沒有 沒有 他講黃子嬌 我會不好意思 黃子嬌就是我老公 好 我們現在馬上出題目了 大家特別注意 第一單元叫做是 腦內大革命 請看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欸 光陰事件日月如說 但是不是要猜這些 是猜一個字喔 但是千萬不要猜快 好不好 如果猜快 我們當時抓出來點 表 表 你在罵我嗎 哈哈哈 Jeff 不好意思 不是啊 撞到你了 哈哈 不要你們應該聽不懂 你是台灣人啊 哈哈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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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啊 等一下你們可以罵我 我們不能罵你們 一個人耶 一個人是台灣耶 又不是美國 弟兄們 大家準備吐口水 讓他在裡面游泳 小冬知道來這裡做什麼 還在雲機嗎 Clock 什麼 Clock是嗎 Clock Clock Watch 什麼Clock 哈哈 那是Watch 那是Clock 你沒有說一定是中文啊 那這就是Clock No 那是Watch OK A small swatch OK 啊 真的沒有人會嗎 有觀眾會 喔來 那個女生 哇好遠喔 我們看看 亮晶晶的晶 為什麼 因為他是轉了六圈啊 等於三個日啊 三個日排在一起 亮晶晶的晶 恭喜答對了 對啦 有沒有看到 好厲害 好 我們有大獎會贈送給你 你是哪一個學校的 好聰明喔 好聰明喔 台南一中是吧 好 不錯 不錯 你敢看嗎 那學弟有沒有照你們 你沒有一個答得出來 結果人家女生就答對了 厲害喔 正確答案就是一個金字 看畫面手錶的時針共損了六圈 而每兩圈代表一日 所以一共是三日 三個日加起來 不就是一個金字了嗎 好 再出一道題目 請看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好 很簡單 大家不要講 不要講 不要講 等一下 一位來賓 對 注意喔 這是我們這個觀眾朋友 他寫信到我們這邊 提供給我們的題目 謝謝他 幾個字 四個字 成語一定是四個字 一塊大便 哎呀 在哪個成語啊 這個阿渡 我可以幫你按一下手嗎 好 我們將來如果 我最近比較忙 如果我有時間 我再跟你一塊大便 好 這什麼話 還有一塊大便 還裝載在那馬桶上 已經有答案了 後面有人知道了 有答案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麼簡單全場都知道 你們真的猜不出來嗎 2 4 5 這五位來賓你們太遜了吧 全場都知道了 真的嗎 你們有沒有一種被包圍的感覺 有 好 他知道 叫做 藝人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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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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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今天的藝人到底怎麼搞的 這麼簡單的問題都答不出來 這題答案就是藝人複食 是指藝人開始春回大地的意思 您猜對了嗎 藝人複食給你們照顧一下 何嘉玟你猜對了 藝人複食萬象更新 希望大家今年都過得很好 賈詠傑來一個 藝人複食 藝人複食 我突然想不出來 藝人複食 就是萬象更新啊 那人在講過了 你還幫我們解釋成語就對了 藝人複食我來照一個 藝人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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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學問喔 好第三道題目注意了 請 請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好 Jeff 不要講 很簡單啊 很簡單 你一定會的 小冬會的是不是 飛魚花香 什麼 飛魚花香 你發現馬上飄著一點了 差一個字 差一個字 飛魚花香 話還沒講完 怎麼對一個企鵝噴乾冰呢 他長得好像氣 好 陳小冬 鳥與花香 掌聲鼓勵 答案就是鳥與花香 是形容春天景色美好的意思 還好這一題陳小冬答對了 要不然 哇 藝人們 你們今天太沒面子了 好 我們也來個 小冬來一個 只要我們能 慘除 先生 一般用這種做開頭的答案都很慘 你知道嗎 只要我有我們 如果我們能 慘除這個盜版的縫氣 樂壇這樣會是一個更加鳥與花香的地方 很好很好啊 他有一點牽扛 但是他主要是為了要帶進去那個鳥與花香 那最近盜版很猖獗啦 對 太厲害了 糟糕喔 這個唱片其實賣得很好 但是有些盜版啊 不太有良心 如果你們家長有人做盜版的聲音 拜託跟他們講一下 先舉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大運業績 有這麼巧嗎 對…有沒有家裡剛好做盜版 誰敢承認啊 誰敢承認啊 蛤 蛤 是你們 笑最大聲 是… 好 不管如何 我們現在這三道題目已經完了 那馬上進入觀眾朋友最喜歡的單元 叫做是…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糧 真人或露相 露相非真人 想要了解每張臉背後不聞人質的秘密嗎 歡迎進入人不可冒相 人家說得好 一樣米是陽百樣人 對 什麼樣的人都有 真的 有人喜歡穿鼻環啊 這叫鼻環嗎 對 鼻環 有人不敢穿啊 有人耳朵打得跟九九連環高眼 有人穿黑內褲啦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幾位好朋友 當中只有一個人啊 他是混血兒 對 其實他都不是 可是長得很像 他抱歉混血兒就對了 不是啊 因為他很多人長得就像混血兒 演藝喜歡很多 他本身不是混血兒 但是看起來就像混血兒 他根本就是外國人 傑夫就是外國人 對 還高惠君是不是 高惠君蠻像的啊 對 還有誰 還有誰 還有我嗎 希曼妮 她就是混血兒吧 是嗎 是看起來像其實不是 康康 康康是 康康我們就講過 他爸爸是因為飛碟失事才來到地球 那混血兒有哪些特徵 家勇姐 眼睛很大 然後是那種藍色的 可能是藍色的眼珠 或者是很深陷的輪廓 輪廓很深就對了 眼珠很藍那種那種感覺 那是被爸爸打吧 反正輪廓很深嘛 輪廓深 然後睫毛可能會很翹 睫毛翹 家勇呢 髮色可能比較不一樣 對 顏色比較淡 顏色可能比較不一樣 小冬妳覺得身材不錯 小孩混血兒 身材爛的好不好 對啊 混血兒一定身材不錯 對啊 健雅覺得呢 皮膚像Jeff一樣 會比較膚色 會好像反光的那種 膚色不太一樣 皮膚會反光啦 皮膚會反光 那不是那是賣那個十八年 你用比賽 皮膚還會發亮有沒有 Jeff呢 其實我覺得混血兒 最大的影響是 怎麼解釋 比如說他們的打扮啊 或者是比如說 他們的身體方面的照顧啊 可能比如說不同的文化 比如說牙齒可能會 照顧得特別好啊 或者是 懂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要看著我 說到牙齒是 知道我們現在知道 你牙齒特別好 但你牙齒很漂亮啊 真的耶 所以你看啊 這個是給大家做參考的 到底混血兒有哪些特徵呢 我們心裡面 都有一個固定的一個答案啊 今天來到這幾位很厲害 馬上來看看我們的 混血兒傳奇 混血兒兒童版 根據內政部統計 台灣每年出生的嬰兒是 千分之十二點四三 也就是每分鐘 有兩個嬰兒出生哦 而這些嬰兒當中 總有幾個五官分明 皮膚白裡透紅的例子 通常人們會稱他們為 洋娃娃 由於他們都是中國人 可是長相卻似西方人 所以呢 經常被誤認為是混血兒 今天人不可貌相 請來五位長相 超像混血兒的小孩子 以及他們的父母親來到了現場 請大家猜一猜哪位是真正的混血兒 好 現在馬上要來看看 我們看完傳奇之後 知道對這個混血兒 它有一個特定的印象對不對 對 我們從這上面當作蛛絲馬跡來判斷 我們幾位來賓特別注意了 馬上歡迎這五位可愛的小朋友 掌聲鼓勵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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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哇 欸 前面 前面 來 沒關係 你別管他 來 哈囉 來搞了嗎 來搞了 大哥 可以放手了 大哥 他們兩個要這樣才有安全感 對啊 讓他一直牽著 我看他會牽到結束會不會 好 第一個小朋友叫做蔡宣誠 你沒有喊 蔡宣誠 有 好 今年幾歲 七歲 你很心虛是吧 七歲 七 其實他六歲多而已 你是從哪裡來的 台南 喔 台南喔 對 以後長大就唸台南一中 但是要考得上 很難考 我們先來看看蔡宣誠好不好 好 長得什麼樣子喔 一 二 三 哇 看到那麼多人 今年六歲啊 這個媽媽常帶你出去啊 鄰居都有人在問說 你是不是混血 你是外國人嗎 我不是 我不是喔 你喜歡玩什麼 電動玩具 還有什麼 沒有了 他的人生就是電動玩具啦 所以呢其他都沒有了 我跟你講乾脆這樣好不好 麥克風借給他 聽說你會講笑話 真的假的 講一個給大家笑一下好不好 講一個給我們聽好不好 微不好笑的 好厲害喔 微不好笑的 大家知道了 萬一 笑話不好笑 千萬不要傷了一個六歲小孩的心 該笑的時候大家再一起笑 好不好 看我的訊號做動作 請開始講笑話 有一個小朋友 他叫小明 他第一天上小班 啊 老師問他一加一等幾年 他說不知道 回家問他媽媽 爸爸說不要吵 啊 那個他又去問媽媽 媽媽又說你很煩 然後又去問 又去問 哥哥 哥哥他 然後他又在唸那個叫什麼 美國總統科林頓 啊他又去問姐姐 姐姐又在背褲啊 啊隔天他去學校的時候 老師又問他一加一等幾 那個 那個小明 小明說 然後老師說不要吵啊 啊那個 老師問他一加一等幾 那個 他小明又說 你很煩耶 然後老師說 在家裡的 他說 小明說 美國總統科林頓 啊 老師說 你給我去發展 他說OK 哎唷 OK 哎唷 你看 講的笑話多好笑 對啊 啊 啊小朋友 你媽媽有沒有叫你講話 不要啊 好 那你有沒有英文的名字 有 叫做 Patrick Patrick Patrick都是黑人比較多耶 Patrick Patrick Patrick是不是都黑人比較多 我爸爸也叫做Patrick 真的嗎 那你這個最喜歡去哪裡玩 百貨公司 你喜歡去百貨公司玩啊 是媽媽帶你去逛百貨公司對不對 對 那 那你會不會討厭人家說你長得像外國人 不會 有沒有最喜歡的歌星 沒有 我叫做什麼名字 你叫做什麼名字 我知道你的名字 講出來啊 對那你不要龜毛你就直接告訴我好不好 他拿著龜毛 我叫做什麼名字 吳宗憲 那他們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太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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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爽 這是1號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小朋友是最難訪問的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小朋友很恐怖 他會講 How old are you 來來 我問你一下 How old are you 後來我就不知道怎麼講 是是是 人家問你好不好 因為實在過我的日程很爛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是不是 是在 好好乖乖乖乖 再來是我們2號 余季恆 這好愛曝光喔 好好好 他還不想戴面具 他還不想戴面具 你有沒有注意他的頭 那個頭型好長喔有沒有 頭好長 你從哪裡來的 蠻強烈 內鍋 內鍋 Come from American 那你有沒有英文的名字 有 叫做 哈密 哈密 是 你喜歡這樣轉龍頭嗎 你幾歲 五 五歲 你是男生還是弟弟還是妹妹 弟弟 你是 那你是弟弟啊 我們一直以為你是妹妹耶 那你把褲子脫下來 我們看看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 不好啊 你是男生耶 人家說你長得很像 美國人 對 是 心豪弟弟 心豪弟弟 對對對 長得像心豪弟弟 你看前面好帥喔 你看 好帥喔 你看 妳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 還沒啊 有沒有女生追妳 不知道 沒有啊 她好帥喔 妳喜歡 什麼樣的卡通人物 不要 好帥啊 還有 好帥啊 炫彈超人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這三個啊 兩個而已啊 鮮蛋 鮮蛋超人跟 還有誰 還有什麼 還有誰 還 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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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鮮蛋超人一個 還有什麼 Bandman Bandman Star Wars 還有Bandman 他喜歡壞人 蝙蝠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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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man 我說怎麼小孩子喜歡壞人 真奇怪 你還會做福利挺身 這麼厲害 Are you sure? 來 你會講哪一句英文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OK來 Give me five Yeah Give me five 來福利挺身 一百個開始 一百個 兩下就好了啦 一百個太多啊 妳都做幾下 我有時候都是在家裡做二十啊 喔 喔 小女朋友那種稀鬆平常的小學 來做五個就好 來預備 福利挺身開始 前面一點前面一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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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好厲害 這是我們二號余記痕喔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好 來往後一步 來 往後一步喔 好可愛 三號是女生啦 小龍女 哇 都還沒有哇 妳就來了 來往後面一步喔 三號的名字叫做郭又慈 好 今年幾歲 七歲 六七歲 現在唸中班啦 對不對 妳的 有沒有外國的名字叫做什麼 沒有 有沒有日本的名字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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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有名字嗎 Kameko 什麼 Kameko 那這叫做日本的名字 好不好 很難控制 小孩 有沒有外國的名字 沒有 有沒有日本的名字沒有 那妳的名字叫什麼 Kameko 好 我們看一下郭又慈 一 二 三 哇 欸 所謂的混血包括日本喔 好 誰會是真正的混血呢 會不會講英文 會 現在妳想要跟所有人說話嗎 會不會太深喔 耶 耶 我的天啊 我們看一下郭又慈 一 二 三 哇 欸 欸 所謂的混血包括日本喔 每一個國家都算喔 好 他說到醫院去看病 人家以為妳是外國人啊 沒有 蛤 沒有 有還是沒有 有啊 那妳會不會生氣 為什麼 不會 為什麼不會生氣 看到那麼多人妳會不會害怕 會 會啊 那想不想把他們通通咬一口 咬 妳會咬呼啦圈對不對 真的嗎 妳會咬幾個 兩個 一次咬兩個呼啦圈啊 哇 好棒 妳的腰很大都不會掉下來喔 對啊 妳很漂亮怎麼會 蛤 那拿呼啦圈給妳喔 來 來 那妳到前面姐來 這麼厲害啊 哇 而且還是大小不一的喔 而且她的兩血好炫喔 對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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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哇 哇 哇 這個不叫她停啊 她會搖到明天喔 好 恐怖啦 恐怖啦 哇 好厲害一次還搖兩枚 好 掌聲鼓勵 厲害厲害厲害 好 擺聲擺聲 好 來 來 來 對不起 在幼稚園裡面啊 其他小朋友都不喜歡妳啊 對啊 為什麼會啊 怎麼會都不喜歡妳呢 對啊為什麼 知道 妳爸爸是 黑人 爸爸是黑人啊 是 這小孩子會不會把答案講出來 有一點恐怖 怎麼辦我們遊戲還會進行下去嗎 但是 爸爸沒有黑得很徹底啦 要不然妳的膚色 是 爸爸很黑很黑嗎 很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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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觀念嗎 這兩位問題 太傷人了吧 了解了 爸爸是個胖黑人 那 我這回去會不會被爸爸扁啊 我擔心 妳喜歡 喜歡什麼樣的卡通 Kitty貓 哈囉Kitties啊 喔 那小朋友不喜歡妳 但妳要跟他們玩在一起 就會喜歡妳啦 好不好 好 那今天來這裡有沒有認識很多朋友 沒有 不是啊 後面那四個都是啊 心好弟弟耶 妳看 要不要跟他們做朋友 心好弟弟耶很帥啊 要不要跟他做朋友 妳不喜歡他啊 好像女生 好像女生 妳還挑人家 難怪妳沒有人緣 真是 在幼稚園裡面還被欺負 好乖乖妳到後面啊 來 大家一起拉她的辮子啊 再來四號 蘇安勝 一二三 會不會害怕 妳叫什麼名字 安勝 安勝啊 好 那我叫妳妳的名字妳要喊 蘇安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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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妳大哥 幹嘛重複一次啊 不是 我意思叫他又 又啊 對他結果比我大聲 妳的個性是溫和活潑啊 有這種個性 對啊 溫和哪有還活潑啊 這個好厲害 這個很複雜 妳喜歡什麼卡通人物 喜歡 給眼包跟房滿一起 對 再說一遍好不好 再說一遍 必定嗎是不是 呃 對不起 妳喜歡什麼 喜歡 花 白雪公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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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共喔 包括在化妝室裡面 問了到現在第十七次 十七次都不一樣的人喔 這個是我很恐怖的 只要認識真多卡通人物 妳會不會講中文 會 會啊 他剛才不就講了嗎 那妳會不會講英文 會 那妳想說什麼 大家嗎 會不會太聲音 耶 耶 我的愛 在化妝室裡面 明明不會講英文 怎麼突然到這裡鬼上身 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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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傑夫 傑夫上了他的身 Do you like mickey mouse Yeah Yeah How do you feel now Do you like a bing mouse bing Yeah 誰啊 大嘴餅啦 你最喜歡的木虛龍 那表情 很喜歡木虛龍耶 對不對 花木蘭裡面有個木虛龍 對不對 對 你喜歡木虛龍的笑聲 你會不會 會 你笑給我聽 預備 起 這位大哥心情不是很好啦 對啊 好憂鬱的 木虛龍 我笑一次給你 嗨 哈囉 我是木虛 你會不會 那你有沒有 有沒有到外國去過 有 去哪一個國家 是 是 這個 什麼 什麼 去這個 這個附近就有了 這個附近就有了 去這個附近就有了是吧 這個附近就有的國家 這個附近 南港算另外一個國家 什麼時候獨立的 我們現在才了解的 好 好 好 掌聲給我鼓勵一下 謝謝 訪問小朋友好累 來 往後八股 但是又好可愛對不對 再來是五號了 這好小一個 叫他名字要喊右 周宇辰 右 他把 他把整個面具 黏在他自己臉上 他們太忠於援助了對不對 直接貼上去了 好 我們來看看五歲的周宇辰 周宇辰 周宇辰 Where you come from 什麼啊 What you say 周宇辰 Where you come from 快要到了 你怎麼跳啊 什麼啊 我自己不懂 我自己不懂 什麼國家 當然我們混血包括非洲一帶的國家也算 好不好 黃金海岸什麼都算了 1 2 3 哇 好漂亮的小孩喔 但是我跟你講喔 他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優勢喔 他傻笑起來喔 哇 好可愛 大家最喜歡看他笑 你會不會笑一個我們看看 笑 不用笑 不要笑那麼虛偽 哈哈 好可愛喔 哈哈哈 笑一個嘛 笑 好假喔 你怎麼笑那麼假呢 再笑一個 預備 你要笑多一點 他還會攻擊我 要有兩個人打血 那你的有沒有英文的名字 有 叫做 英文名字 對不起 你的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叫做 中文跟英文是一樣的就對了 這麼巧喔 只英文就周一切 你的 你的 你誰 因為你很喜歡動 所以你的綽號叫做什麼 蟲子 媽媽長得像外國人對不對 對 媽媽漂不漂亮 漂亮 不漂亮啊 漂亮 不漂亮啊 漂亮 漂亮 可不可以看到 父母親戒 好漂亮喔 漂亮 然後你喜歡照相啊 對 你最喜歡照相 你會不會擺POSE 會啊 會啊 那我來幫你 幹什麼 幹什麼 照相機借一個好不好 好 來 我幫你拍照 你要擺POSE 好 預備 好 再一個 擺別的POSE 預備 7 以假笑先生 他真的又傻笑了 好有趣喔 好 注意了 然後聽說其實他是很多話的 在家裡會不會很愛講話 會 那媽媽有沒有很煩說 你不要再講了會不會 會 那怎麼辦 你還是愛講話嗎 愛講話 你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 你會不會喜歡女生 不喜歡 怪怪的 好 那這個 名字叫做Bug嘛 這剛剛講過啦 你覺得自己帥不帥 帥 立刻回來 要不要給他秀一下 他衣服很炫耶 對啊 對 他的背面 對啊 後面 來 轉過來我們看看 背面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你走到那邊 你再走回來好不好 你走去那裡 預備 開始 走 走快一點好不好 不用這麼謹慎啦 走快一點 好可憐喔 年輕人 你可以回來了 回來了 可以回來了 等一下 好可愛 直接倒出來 好可愛喔 好啦 我的意思是 因為你後面很漂亮 他讓人家看到 你還會Michael Jackson 用Margo耶 好啦 算了 我帶他走一圈啦 也順便讓你們看一下 我的黑內褲 音樂 向火轉 還差一點跌倒 好 好 就是這五位小朋友了 大家一起來判斷一下 哇 他臉都紅了 你看 好可愛喔 這小孩子就是可愛 奇怪喔 一號 辛豪弟弟 沒人緣 郭宥辰 郭宥辰 對不起 我說沒有 還糾正你耶 糾正我說是郭宥辰 好 乖乖乖 你叫什麼名字 安城 你叫什麼名字 郭宇辰 漂亮 就這五位了 現在讓我們五位特別來賓呢 猜猜看 到底哪一位才是混血兒喔 可以了嗎 好 請猜 來 大家快來猜猜看 誰是真正的混血兒呢 誰是真正的混血兒呢 好 第一位下來是我們Jeff Jeff選擇是四號 健雅選擇是四號 笑一下 你們這幾個大人 在看人家要不要選啦 快點啦 好 好 好的 現在選出來 一號有一票 四號有三票 五號也有一票 賈詠傑選擇的是 四號 為什麼 我覺得她講話的感覺 最像 因為她會 很像老外的腔腳 對 很像 而且她好像聽得 真的好像聽得懂的感覺 雖然到後面有點怪怪的 是 那佳玟呢覺得 我選五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說話 雖然她年紀很小 可是她說話很有自己的 就是我覺得怎麼樣 應該是 基本上如果有這樣的環境 外國小孩應該是比較敢 說自己的 對 比較敢表達 而且五號好可愛喔 對啊 將來生一個小朋友 他一直在微微顫抖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他很開心嘛 他知道我們在講他 他後面 還會打 陳曉冬先生 你選幾號 其實 其實我 我真正覺得是四號 你覺得是四號 對 因為她的頭髮 自然捲 她的那個捲 跟那個額頭的這個 整個臉的比例 跟五官的 覺得是 都很像 可是一號 我會覺得這耳朵 耳朵就是 漸漸的好像滿 中國人的樣子比較 是外星人是吧 不是 比較少是這樣子 漸漸的 所以 蠻好玩的 對 陳曉冬先生 最好玩 那佳玟選的是 我選四號 四號 為什麼 和東東一樣 我覺得他的髮質 很像 就是外國人 他們很細又很捲 我看過很多 小孩子 他們的頭髮 都是捲捲的 自然捲 自然捲 那Jeff呢 對 首先是他的髮質 因為他髮質跟我小時候 也很像 然後呢 再來呢 我覺得像他的 你小時候心情 也一直這麼不好 不會 他跟Jeff摸他 也瞪他一眼 他已經一整天 心情都很糟糕了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他的額頭 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然後他的嘴唇 然後我覺得他可能長大的時候 他會有 你怎麼講 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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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會有 好 這是您的選擇 但是一號 他剛剛現在英文已經想起來了 你還會講英文了吧 會不會 會了啊 How old are you I'm so thank you I'm so thank you I'm so thank you 對不起再一次 How are you I'm so thank you 對嘛 這樣才對嘛 你問錯了 好 現在馬上一一來公佈了 到底一號是不是混血兒呢 二號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呢 我們先來看一號的爸爸媽媽 欸 二號都沒有人選啊 先看沒有人選的好了 沒有人選 妳有人選是吧 有還有一個啊 那妳要站到這邊 那欣豪弟弟 妳的是沒有 所以我們先看妳 今天誰帶妳來 我爸跟我媽 妳爸跟妳媽 講得好成熟啊 我爸我媽 那令尊跟令堂 他們相處可和睦嗎 聽不懂你要講什麼動作 聽不懂妳在講什麼 幫幫幫幫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二號的爸爸 我們來到我們現場 掌聲鼓勵 哎呀 真的 二號是外國人耶 哎呀 這是什麼大事啊 Where you come from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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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講台語到外 在台灣 拜託我真正 還留一個那麼長 我還以為你是外國人 你真的是他爸爸 這個真的是爸爸嗎 有沒有騙我們 沒有 哇 你長好帥耶 我們都覺得不可能是他的 為什麼 開玩笑 來 這個你是台灣人啊 對 那夫人 也是 也是啊 哇 長得像老外 所以二號的答案是不對的 他平常乖不乖 沒有 很皮耶 很皮喔 對 但今天來這裡 你正站好 都不敢皮了對不對 以後常常來 對 以後常常來 那我們會受不了 要有機會才來 好 這是二號 答案是不對的 我們再看看 三號這位叫做 Kaneko Kaneko 嗨 Kan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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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日本人喔 嗨嗨喔 我們來看一下 請 你爸爸有來嗎 爸爸長得什麼樣子 他剛剛有形容啦 很胖 不是很黑很胖嗎 很胖 很胖 然後 黑 黑 是個人嗎 好 歡迎三號的爸爸 來 喔 爸爸跟媽媽都來了 有沒有那麼誇張的 哪有那麼誇張 對 對 你們女兒子 不胖啊 你有沒有聽到 你女兒子怎麼形容你啦 氣不氣 爸爸氣不氣 不會 沒有 不會 現在嘴巴講得很有... 不會 不會... 回來你給我試試看 真的 媽媽也是台灣人 對 兩位是台灣人嗎 對啊 你還說沒有 那個為什麼叫Kaneko呢 是什麼意思 沒有 是她阿姨幫她取的 Kaneko是 應該是 聽起來蠻難聽的名字 對啊 中文叫做 金子啊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你想要哪裡去了 沒有沒有 你們想到哪裡 喔 好噁心喔 你們怎麼會想那個 Kaneko 好 所以三號也不是 四號最多 五號已經開始暴露狂了 五號又捲下來了 你看肚子給人家看到了 這樣很恐怖啊 好怨喔 好 五號 我們來看周宇辰 今天誰跟你來 媽媽 媽媽 今天是媽媽陪你來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妳喜歡媽媽嗎 喜歡 討厭爸爸嗎 討厭爸爸 討厭爸爸 喔 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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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媽媽是好 好啦 我們看看五號的媽媽 掌聲鼓勵 好 哇 以為媽媽是外國人耶 這位可愛帶點傻笑的周宇辰 她究竟是不是混血兒呢 廣告過後馬上回來 來 不要討厭爸爸 爸爸賺錢反而被討厭 真的吃的穿的用的 都是爸爸賺的 好不好 會不會 喜歡爸爸嗎 爸爸很辛苦耶 有沒有愛爸爸 沒有 媽媽 掌聲鼓勵 我媽媽是外國人耶 你從福利坪嗎 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的地方 好可愛耶 這小朋友 她爸爸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台灣人 也是台灣人 也是台灣人 好可愛喔 千萬不要送人耶 不會啊 誰要送人啊 也沒有這個想法 媽媽長得也像外國人啊 難怪兒子這麼像混血兒 媽媽好Fashion喔 你是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婦女 家庭主婦 哇 你看看 紫色睫毛膏耶 對啊 茵茵沒帶至 然後在家裡就打扮得很漂亮 好可愛的小朋友 那頭髮是染的嗎 對 這麼小就染頭髮 對啊 有什麼好驚訝 無聊嗎 無聊 無聊只要拿做實驗是不是 可憐 這小孩子多可憐 他為什麼會討厭爸爸呢 因為爸在上班啊 跟他比較少接觸 都沒有陪他 對 好可憐喔 對啊 不要討厭爸爸喔 爸爸賺錢反而被討厭 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爸爸賺的 好不好 會不會喜歡爸爸嗎 爸爸很辛苦耶 有沒有愛爸爸 沒有 這段畫面不要給他爸看到好不好 親愛的媽咪 我已經盡量了好不好 這個家庭不和諧 不關我們的事 我們只是負責訪問而已 好 再來是還有幾號 一號 一號跟四號 一號跟四號 先看四號還是一號 一號好了 一號是好 那我們一號 今天誰陪你來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好棒喔 你最偉大兩個都來了喔 來 歡迎一號的爸爸媽媽 來 是是是 怎麼會這樣 兩位是 夫妻 蛤 夫妻啊 夫妻 回答得沒錯啊 一個告訴我是夫妻 一個告訴我 我們是配偶 像話嘛 當然是配偶 這小朋友是你們的嗎 哇 問這個就多餘啦 兒子太像外國人了耶 對啊 真的 長得好像外國人啦 聽說帶出去 人家都會以為外國人 是爸爸的關係喔 爸爸長得有點像外國人 你看別人幹嘛 說你啦 對啊 對啊 爸爸 會嗎 對啊 你長得滿像外國人 我不覺得啊 那我們覺得比較重要 其實爸爸也還好啦 兒子比較像 好 所以我們今天真正的答案是四號 我們歡迎四號的媽媽 來到現場 掌聲鼓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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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媽媽媽都來了 Oh yeah Oh that's good 真的是你們的小孩 老外來反正我英文又不好意思講 爸爸怎麼那麼帥啊 是啊 很帥 Sorry What your name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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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ou can call me Jackie OK 會得越來越少啦 一二三 對 Oh All of us like him 他會講中文好不好 你會講中文 對 也會講中文 你們結婚多久 八年 八年的時間啦 現在好像第一個小朋友要出生啦 多大 八個半月 八個半月 恭喜恭喜 又快要有弟弟啦 但他心情好像一直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答案就是他們非常可愛 也謝謝這麼多的爸爸媽媽 來到我們現場給他們聲色不少 好 再次掌聲給他們 等一下 好 有香港的機票 台北香港來回機票 那我們要由這個票選出來了 對 用票選 到底呢 票選的話我想 應該大家會選的是同一個人喔 注意 到底哪一位 你覺得他應該到香港去玩一玩的 我們請我們五位來賓朋友 一起拿起你們白板寫答案在上面 1到5號寫在上面 預備 開始 隨便寫 隨便寫都可以 那其他的小朋友 我們當然會有別的獎項給他們 賈詠傑小姐選的是 4號 何佳玟小姐選的是 4號 陳曉冬先生選的是 4號 4號 欸 蔡建亞小姐 4號 傑夫4號 欸 有這麼適合香港嗎 對啊 還在挖鼻屎 該答案 不要講小朋友挖鼻 那叫做挖煤礦 好不好 好 這一張送給你了 你就 來 高興一點 說什麼 不錯 就拿這一張去搭機票 把這一張拿給 拿給那個空中小姐 她就把你趕出去了 要換機票了 再次謝謝他們 我們熱情掌聲給他們鼓勵 馬上進入我們下一單元教授車 大家來演戲 來 3 2 1 這個大家來演戲 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歡的一個單元 真的 現在有好多節目都抄我們這個 有嗎 有 像那個什麼電視大國民 那個就沒有抄 那是我們自己的節目 對啊 大家注意了 今天第一道題目是我們何佳玟要來演 演的是什麼呢 好適合他喔 這個好難耶 這個可以講出來嗎 可以喔 Kitty貓 或者架飛貓 他們都是貓 但是也都不是貓喔 對 就是卡通的貓 小叮噹 小叮噹 小叮噹就是 機器貓小叮噹 機器貓小叮噹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三個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們請我們的何佳玟來演演看 好 請 Action Action 什麼 耶 什麼跟什麼 僵尸吧 他演的是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對啊 眼睛還閉起來 好 到底他演的是什麼呢 請我們四位特別來賓 討論一下 請思考 開始 好的 告訴我們是什麼答案 陳小姐 家費貓 為什麼 因為他愛睡啊 對啊 眼睛是閉起來的 對 好 到底是不是家費貓呢 請看答案 恭喜答對了 厲害喔 家費貓啊 珍珍 我覺得我每次來好像都有進步耶 對啊 小叮噹會演嗎 小叮噹 會啊 你來試試看好了 憲哥好了啊 我不會啊 你的身材跟他滿像的啊 無無比例小叮噹嘛 身材還無無比例啊 對 而且還不是身體跟腿 是頭跟身體 全部這樣 小叮噹比較簡單 握拳大家都知道 預備 起 好像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然後頭上來了 小叮噹 竹心亭 對 頭上有竹心亭 上面有一個竹心亭 對 好 恭喜第一道題答對了 謝謝 好 加油 好 好好加油喔 還有兩道題喔 如果通通答對的話 一萬塊錢進去 馬上看下一道題目 來 好 現在馬上是第二道題目 注意看這個是很難的 只有臉部表情喔 臉部表情題是最難的 因為只有靠一張臉 就能夠把這個 很多的事情表達完整 很難 是這個嗎 白幹交集嗎 還是喜怒無常 臉部抽筋呢 注意啦 好壞的題目喔 那這個表演的是我們蔡建雅 對 他一向根本很冷酷的感覺 很酷的感覺 他演得出來嗎 如果演不出來 我們給他演八次 好不好 一次一次來 讓他尷尬到幾點 對 Take a one Action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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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你們看得出來我在演什麼嗎 大家來演戲 陳曉東小豆大演 Oh yeah 明偵探 明偵探 脫男 富翁自殺一案 富翁沉濕在家中 富翁自殺迷仇 我們再來看一次 蔡建雅演的到底是什麼 好帥喔 好帥喔 漂亮喔 掌聲鼓勵 對啊,這很會演的耶 對啊 這個叫做激發他的潛能 真的耶 有沒有看到他那個表情 一點一滴啊 然後就能夠 想不到他有今天喔 就有答案出來囉 到底他的答案是什麼 給你們思考五秒鐘 開始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今天我們陳曉東先生告訴我們 喜怒無常 喜怒無常 對不對 恭喜答對了 好會演喔 你 演得很不錯耶 謝謝 你怎麼會演 對啊,看不出來 你那麼會演戲 練習了 以前有沒有演過戲 有,舞台劇 你演過舞台劇啊 對對對 難怪耶 那還裝那麼酷 平常還耍帥 你的螢幕形象 你們公司要你酷一點 不是,我就是那麼酷 你就這樣 自己說自己哭會不會怪怪啊 沒有辦法 難怪今天還穿褲子來 對不對 好酷的褲喔 厲害厲害 那我們請別人來演一下啦 陳曉東來演一個好不好 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其實陳曉東的戲很好的喔 他演過很多電影耶 大家不要以為他是小聲 然後就是他形象各方面 百感交集喔 很難喔 預備 Action 掌聲鼓 他怎麼演得好像三姑媽的女兒考上台大而已 為什麼叫三姑媽 就是又要哭又要笑嘛 就是有點三姑媽 預備,起 有沒有 你嘴圈很棒耶 你那好像是吃到麻辣鍋太燙的樣子 好像三姑媽考上台大 真的太厲害了 三姑媽還去考台大啊 所以這道題目再次答對掌聲鼓勵 馬上看看第三道題目 好,現在馬上是關鍵題啦 第三道題目如果再答對的話 一萬塊錢的獎金就給他們評分啦 可是這一題好難喔 對啊,但是這個恐怕是拿不走喔 因為這個題目太難 日光燈 閃光燈 霓虹燈 什麼嘛 而且只能用臉部來演 對啊,只有臉部 沒有,全身肢體都可以 如果再來一個命運的紅綠燈 哇,那他根本就是 那是什麼,太抽象了吧 那太變態我們節目 那是一本雜誌好不好 好,我們馬上來看看他的演出 Action Action Oh yeah Honey 哇,掌聲給你們 太棒了,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很放得開 人家這叫偶像 是不是啊 難怪人家能夠拍電影 能夠什麼 對啊,真的很有創意 西柚妍的好 一見面一出來就是 好大膽,先生腿 一看就知道是在演三姑媽啦 太厲害了 你跟三姑媽有仇啊 有仇有仇 好,我們這邊給你們五秒鐘的時間 思維一下 請思考,開始 霓紅燈 霓紅,不用思考啦 霓紅燈 霓紅燈 太明顯了 霓紅燈是不是 對 為什麼因為感覺很妖艷的感覺 就很色啊 對,漂亮 就是把那色彩的感覺弄出來 對 因為日光燈是白的嘛 健康 對啊,感覺很像家裡廁所 閃爍不定這樣 這個厲害 到底是不是霓紅燈了 請看 恭喜大家 太厲害了 好厲害喔 沒想到偶像演起戲來這麼厲害 那能不能演一個日光燈我們看一下 日光燈 她反而不會 日光燈大部分我用在哪裡 用在哪裡啊 日光燈都會用在那個 都在哪裡啊 你怎麼講話會逼車 昨天沒睡好 日光燈我們化妝室裡面很亮 那是黃的也算是不是 白的才是日光燈 就是裝在廁所那種白白亮亮的有沒有 明白嗎 可以喔 試試看 預備 開始 幹嘛 掌聲鼓勵 你應該是演實力的抓牙吧 因為他就是因為會開日光燈 然後來日常作息這樣 對不對 那閃光燈就厲害了 閃光燈如果還表演得出來的話 我們乾脆三個人通通跪下來 好不好 你確定 你確定要放狠話 對啊 還是你代表跪就好 你們三個跪下來 好 我們來看閃光燈的注意喔 預備 行動 好厲害喔 掌聲鼓勵 他這個很厲害 對啊 他這個就是把它運用到 比如說他因為是在 對 因為最多會用到閃光燈的地方 就在海啊 他演出那個劇情來了 我們太足頭了 他是把那個用途演出來 我以為叫他演燈耶 對 對啊 我也是想說燈怎麼演耶 我們真的很 太厲害了 我們這一萬塊錢的是 給得心安理得啊 不應該這樣形容 因為給得非常幸福 幸福口福啦 給得... 給得心安理得 好像我們前日搶來的一樣 好 熱情掌聲鼓勵 謝謝 一萬塊錢的獎金贈送給他們 馬上進入我們下一單元就做事 名偵探摳男 來 不能說名偵探應該叫一名偵探 為什麼 因為他還沒有很有名嘛 所以說一名 對啊 是一個人的意思啊 前面有間客棧耶 一看上面寫有間客棧 好可惡耶 對 開玩笑 這是要動一點小腦筋的 也讓我們觀眾朋友了解到 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要用一點思維 真的 那你頭腦稍微靈活一下 我們馬上來看這段精采的影片 好 到底富翁是怎麼樣被殺的 請看 在都市的邊緣 陰暗的角落裡 不時有壞人出現 這個時候您就需要 名偵探摳男 中國紅外號寬男 二十一歲 關西客家人 寬男偵探社的社長 瀕臨二十三歲 三圍腳好 文明國際女警官辦案無數 富翁自殺一案 一名富翁陳詩家中 死因是因為頭部重彈身亡 死者左手握有槍之一把 現場也有一封遺書 寬男要如何破解富翁之死呢 現場沒有人動過吧 沒有 都沒有動過 整個現場保留得非常完整 這裡有份遺書 我看八成就是自殺案件 你也都一直彎腰 一定我也是一個男人 你一直彎腰 你要讓我如何專心辦案 那妳幫我拿 拿著老鼠 當你們看到這封信時 我已經離開人間了 由於我實在受不了 敵犯肝癌的打擊 只要選擇自殺以窮解脫 而且我的頭已經越來越痛了 不想再活下去 總是講這件事 你看 丁莫貞的線都被他壓掉了 而且啊 他死的表情還怪怪你 副總 這一個是做很普通的自殺案件 他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呢 這個我們調查過了 是左撇子沒有錯 小心求證的康南 還是進一片沉思之中 死者確實是 慣用左手的左撇子 從現場留下的線索來看 一說更是死者自殺的最有的證據 可是 終於康南還是看出了破綻 各位 最終案件是謀殺 為什麼 你們就要動動頭腦了 好難如何發現富翁是被謀殺的呢 你們快點來猜猜看吧 怎麼搞的 來了 到底是怎麼樣死的 好難喔 這個 明明就自殺啊 怎麼樣看出是被謀殺的 裡面當然有一個電風扇 我覺得有一點問題 對啊 旁邊還擺那個遺書 頭還在上面 舌頭還伸出來 躺在那邊 而且插頭還被拔掉 還死得真難看 重點又不在那兒 旁邊還有一些血跡 還是往外拓散開來 對啊 為什麼 扣南能夠判斷出來 他是被殺的 請我們幾位來賓 寫下你的答案 開始 好的 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有沒有 Jeff不要再聽這個包打聽的 沒關係 他們什麼都不講 好 我們數到三一起亮出你的答案 1 2 3 好 賈詠傑小姐 把你的看板拿起來高一點 好 告訴我們為什麼 左邊 我說因為他是用左手槍 左手 然後所以他槍口 我們要看什麼 槍口在左邊嘛 但是他的血跡是在右邊 全部 本來就是啊 方向是沒錯啊 方向沒錯啊 那何佳玟呢 因為他是用左手自殺嘛 那他的頭是不是應該要偏右邊 應該要噴了吧 啊 喔 我同理意思一打 他一定要有規定就對了 對 砰啊 就這樣就對了 好 再來小朋友 我懷疑是 他被那個 風扇那個 那個線 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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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講完就噴了 對 因為太離譜了 答錯我不用回答 好 劍雅的答案是什麼 我和東東一樣 我覺得他被雷死 啊 電線 那個還敢講 覺得是電線勒死的是吧 對 因為他舌頭勝出嘛 對啊 好 那Jeff的答案呢 寫的位子不對 你這個更不用 好狠的感情喔 不用解釋 不用解釋就錯了 好 我們正確的答案 告訴你們好了 你知道 當然知道 讓我們猜 直接看解答吧 我讓你們看看解答就知道了 請看解答 再麻煩你把電線插上去 好 如果這封一出呢 就在他十字間插上 那放到桌上 怎麼可能不被電風箱吹走呢 我知道了 一定是有人 在他死後才擺上去的 那一個人就是兇手 是拿故弄玄虛對不對 對 我猜對我是不是很聰明 不要這麼幼稚好不好 幾歲了 對不對 好 現實就是沒有被風吹走的遺書 如果遺書是死者 身前自己擺上去呢 哪裡有被風吹走的道理呢 這樣懂這個意思嗎 懂 他就是說 他就是說被 已經是被殺了以後 然後才把 他倒下去才把電線壓到 電線壓到 然後他才把遺書擺上去 不然遺書被風吹走 但是也有可能是 那個電扇沒按下去啊 沒開啊 沒有 用電扇把它給攪死的 那他還要先把蓋子打開 攪死之後再裝回去 還有擦乾淨 電扇上會有很多肉屑啊 對啊 而且他臉也會爛掉啊 兩位 我是說用那個電線攪死 不會把人抓去 吹電風扇攪死 我以為你那個意思 你兩個姊妹 那叫攪死好不好 拿著攪死 我們要太殘忍了 兩位怪怪小姐妹 我還想說用那個把它攪死 不是 那又不是攪肉機那麼恐怖 所以 這個答案有一點模擬 觀察力很豐富才可以發現 但是正確答案就是這樣了 對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了 再次給他們熱心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 對愛人不可貌相全民公投 自從人不可貌相單元推出以來 總共接獲超過四千多封的報名信件 而在這一陣觀眾報名風潮之中 有像百人次的人來參加過試鏡和徵求 在這當中也製作了許多話題性的單元 有哪些是你誰對無窮印象深刻的呢 我們換你來看看為您做的精采回顧 我們先看廬山真面目 還記得這個外人臉嗎 不要看我 不要再看我 我 夢幻國中生單元 好漂亮喔 怎麼樣長得好漂亮 看不到 看不到 好 給你看一下我們的廬山真面目 來 有 笑起來很可愛 好害羞喔 我們又要學笑起來要 減肥美女 民國八十二年的時候她的體重是 一百二十公斤 一百二十公斤 所以說她減了一半的體重耶 好恐怖 220耶 減掉半個人啊 陳君 減掉半個人耶 像話嗎 那妳今天只來半個就對了 火辣的辣媽 這個真的有漏點喔 有 貼起來 露出一個人頭 我可不可以自己偷偷的看一下 不是 不是 上面有蓋她老公的印章 好不好 我好想看喔 就在這裡啊 幹什麼 好想看喔 小孩子不懂事 我們剛弄起來很久還再黏上去 對 美艷高中生 好精神喔 不可能她是高中生 相信嗎 我跟你講 不管說相不相信她們當中 有一位是一個孩子的媽 但是我是不相信她只有十六幾歲 真的耶 超健康黑美人 哇咧 怎麼會這麼黑呢 而且又有埃及味道 對啊 對啊 她長得很像很埃及耶 很埃及耶 埃及厭惑行的 沒有那種磕在牆壁上那種 對 就是這種髮型對不對 沒有 那不是站這樣那 對 對 還有體重差最多的情侶 有 三秒鐘 三秒鐘 好厲害喔 你看 而且站得好 掌聲鼓勵 哇 可以 長得最像的死打 買早餐有被誤認過什麼 就是 她去買早餐 人家也是 人家說 你不是去上課嗎 你不是 你不是吃過了嗎 你豬啊 你買那個東西幹什麼 哪個單元 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下週的精彩內容有 你在減肥嗎 為了苗條 你還在運動 殘職 碩身 節食 但是 有人卻怎麼吃也吃不胖 人不可貌相 為您介紹 胖子的罪恨 好骨感美人 你平均的食量是多少 一天吃四餐 然後會吃小夜 就是喜歡吃零食啊 好想要打你 你曾經這個在軍訓課裡面 人家帶 找你去拍照是吧 當模特兒 拍軍訓課本 拍軍訓課本 還是教官拿軍訓課本拍你 所以說現在全國的時候 軍訓課本裡面都有你 對 今年新進來 教育先生 怎麼會有你 好神氣喔 拉風 對啊 33歲的人才 應該幾公斤才合理呢 哇 天啊 天啊 腿好細喔 我的天啊 腿好細喔 你看他 你看他的腿 身材好到要命 來 請到前面來 我可以叫你低低嗎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來幫我們音樂 身材很好 走一下台步 有 腿那麼瘦 三圍那麼海啊 嚇死人了 梁詠祺 99年破破創舉 嘴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醜 掌聲鼓勵 SOS不可能的任務之 逐漸美少女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準備 什麼 吳東線還欺負老人 沒有…真的 我從那裡求老人跟小孩 這麼說的 真的 這次就對特洞 我跟你說 加油 應該比較可以啊 小孩 好厲害啊 好厲害喔 來 真的耶 好厲害喔